新城乡立幼儿园毕业典礼季才艺表演 6号在北浦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而新城乡长和立台到场祝福孩子们 即将迈入小学的新阶段 也很感谢师长用心教育小朋友们 典礼当中孩子们在师长的领域之下 缓缓走入会场获得热烈祝福和掌声 家人们看到家中宝贝穿着学士要毕业了 而大家看了是相当的感动 也纷纷拿出手机为孩子留下难得的画面 现在家长和立台表示 国家要强盛要从教育开始做起 除了向下扎根也要加入人才培育 向下拔尖 新闻家长们都陪伴学童 让孩子开启感官探索世界 并且和孩子们一起来成长 今天非常温馨 也特别的喜宴 你才跟着各位家长一样 抱着祝福的一个心情 到这个地方来参加毕业典礼 回顾三年前 各位将你们的宝贝送到我们新城乡香丽幼儿园来 在五月长与各位老师的 指导教育之下三年之后 即将要进入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 在幼儿园这段之间 我们看到五月长与老师们的用心 像是自己的孩子般的客户 让我们的宝贝在这三年当中从会懵懂无知 到今天毕业典礼 来董事 各项的工作 我们再次给五月长与老师再次的掌声 谢谢他们好不好 一个工作能够严满能够顺利 除了在延长与老师的努力之下 也要谢谢各位家长 家长愿意配合 我们幼儿园所推动的各项的活动 以及各项要家长们 阿嬷们 来配合的活动 大家都认真努力 来给我们支持 来给我们参加 不使幼儿园的工作也有顺利外 新城乡各项活动 各项的政策的推动 你在各位家长和乡亲的支持之下 都能够顺利 都能够圆满 幼儿学童今天也带许多可爱俏皮的才业演出 画画唱欢送歌 幸福的脸和毕业歌等等 相当吸睛 而且那位的贵宾 除了江长和立台之外 并且有先演出光明 郑宝秀 现在下面代表副主席张美华 新城下面代表郭财宝 陈伯昌 以及村上们 均到场为孩子们献上祝福 记得继继继继继续